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彪 不见他一年了 我依然每个月去玛丽领养中心复诊 建议医生就吊针 这个就是我玛丽一日游的节目 现在我已经80岁了 还记得我妈妈时时教导我们三兄妹 要生性做人 而且还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出祸于贵人 这句话果然在我生活中已经试验了 现在就等我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一生遇到那位贵人 第一位不用说就是我妈妈 在我13岁的时候 爸爸过了身 我就出来打工 妈妈呢 就做小贩 又和人家做清洁赚钱 他为我们 是处立了一个黑苦耐劳 不怕艰难的好讲仰 我们永远都记得他的教训 第二个贵人 就是我爸爸的老板应先生 记得爸爸过身无以为念 是他为我们筹款办事的 他又收留我 在他店铺做年轻 借钱给我读书 中学毕业之后 还推介我 考入一间华智银行做建设心 想不到在这间银行一做 就做到退休了 第三个贵人 就是这间华智银行 他是一间有限公司 在法律上算得上是一个人 我在这里做了37年 从中学做了 代仁致物和营商之道 同时他也保障了我们 一家人的生活 第四个贵人 就是我太太 她和我结婚四十多年 带来了四小福 虽然我患了癌病 但是我太太对我悉心照顾 而且眼见四小福 长大成人 我都很安慰 想回2006年尾 我的儿子就快结婚的时候 我一下子瘦了13磅 人又很虚弱 发现我的磁力线癌细胞 已经转移去骨 幸好得到玛丽医院领养中心的医护人员 悉心照顾 以及临床肿瘤科学部门的配合 我现在的病情控制得很好 我会谨敬医生的吩咐 定期复诊 吃药 保持身体开朗 均行饮食 以及勤重运动 现在我每日去散步和运动 最少两个小时 每餐还能吃两碗饭 所以灵养中心的医护人员 就是我第五个贵人 总括来说 我很满意 现在可以做到三得 就是 舌得 行得 睡得 往后的日子 还有多少 我不知道 不过 我会做到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希望 能够和大家共勉 祝各位生活愉快 拜拜 拜拜